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手术 医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类器官 竟然把主意打到了动物身上 这事还要从一天前说起 这个叫马文的男人 在自驾游的时候 一个尸神 车子连人一起坠落悬崖 重伤的马文被路过的医生发现 经过医生的努力 成功让马文活了下来 但却昏迷了一段时间 当他醒来时 惊讶地发现 自己现在不仅比马还跑得快 比猴子还能跳得高 嗅觉比狗还灵敏 甚至游泳技术超过了海豚 这些超凡的能力 让他成为小镇上风投 最近的超级警察 从前的马文是个废柴宅男 体能差 被人取消欺负 但现在他焕然一新 展现出惊人的力量和技巧 他在小镇上屡屡创造奇迹 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 马文迎来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不仅实现了自己成为 像父亲一样勇猛威武的警察的梦想 还收获了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但是 这种奇特的能力 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困扰 他的身上出现了奇怪的伤口 和巨大的伤疤 而且他消失了整整八天 却毫不知情 好在他的存在感一直很低 没引起别人的注意 发现自己的强大后 马文开始挑战身边的人和事 他成功地向邻居老头发起挑战 展示了自己超人般的力量 然后 他挑衅了路边的骑士 在高速奔跑中迅速甩开了对手 接着 他遇到了他一直暗恋的女神小美 而小美对他此时的 怪异举动感兴趣 原来是狗的器官 让马文看上了小美身上的飞盘 这个男人竟然跟在别人身后 不停地闻着他的屁股 就这还不过瘾 他直接将手伸了进去 让一旁的吃瓜群众 大骂变态 不过下一秒 马文从他身上找到了一个白色包装袋 旁边的巡警尝了尝后说 这毒品味道真不错 而通过这件事 也让警局的局长知道了他这个人 还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开表扬了他 当即让他转正 看着马文在记者面前大放异彩 那位经常欺负他的警长心里非常不爽 与此同时 暗处的一双眼睛密切监视着马文的一举一动 晚上 参加完庆功宴的马文来到路上 却被一个老头用麻醉枪麻醉 当马文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身处一个动物园 老头告诉他 当初是他救了马文 得知这个老头 就是他的救命恩人后 马文非常感激 与医生闲聊了一会儿后准备离开 医生拦住马文 跟他解释道 当时为了保住他的生命 他在马文体内移植了动物器官 然而 这个手术虽然成功了 但是他的人性会逐渐被动物本能所控制 一旦失控就会带来灾难 医生建议他留在实验室是最安全的选择 但马文可不会同意 自己终于脱离了废材的称号 便执意离去 第二天 马文被警长驯化 但他的注意力全被警长的鸡腿吸引走了 警长说的话 马文压根没听进去一个字 等对方离开后 他完全失去了控制 开始翻垃圾桶 像一只野兽一样啃食残渣 这一幕恰好被局长撞见 现场非常尴尬 马文只好赶紧跑出来 随后准备去动物收容所找女神玩 却因为鱼缸里的鱼儿失去控制 跟鱼打了一架 他还目睹女神因一只秃鹰幼崽而苦恼过 为了女神开心 他将蚯蚓嚼碎 让幼鹰从他嘴里着实 在女神没注意到的时候 他又跟大猩猩互 这时马文意识到 动物器官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的行为了 他马不停蹄地跑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医生一眼就看出了 马文的问题所在 告诉马文 只要自己时刻处于保护的状态 就不会被身体里的动物器官影响到 但是事情却超出了二人的预料 这个男人竟然相中了眼前的母山羊 不仅跟他搭讪套近乎 而且还在母羊面前 跳起了性感的舞蹈 理所当然的 被恶心刀的母羊给了他一皮子 不仅如此 他还因为跟一只猫打了起来 破坏了市长主持的晚会 而丢掉了工作 不过他随意救的落水男孩 竟然是市长的宝贝儿子 马文当即又官复原位 马文决定将这失而复得喜悦 分享给女神 看到女神的着装 差点受信大发的他连忙跑进厕所 马文送女神回到家后 他体内狗的器官活跃了起来 在女神家门口脱下来裤子 宣示着这是他的领地 第二天 警局接到农场主报案 而根据目击者所提供的画像 马文认为有人在诬陷他 毕竟他觉得这画像就是照着他画的 但是马文没人能帮他证明 于是有被停止回家 无所事事的马文 不再压抑动物器官带来的影响 当女神找到马文时 他正在模仿水塔筑巢 但女神非但没有嫌弃 还主动表白 晚上两人在一阵激烈的切磋之后 才不舍得睡去 第二天两人被警长吵醒 他们怀疑昨晚袭击猎人的 就是马文 为了保命 马文匆忙跑进树林 在逃亡的过程中 马文再次遇见拿着医生 而且了解到在自己之前还有改造人 马文立马认定 最近所发生的事就是那个人所为 此时警长追了上来 但不慎撞上了木桩 马文借机跳过悬崖逃走 而警长由于体力不支 不慎坠落悬崖 马文心生怜悯 将他救起 谁承想警长将枪对准了马文 关键时刻 女神出现制服了警长 马文这才知道 女神原来也是半兽人 难怪不会排斥自己 但此时 一群村民围了上来 表示要除掉马文 然而 他的好友小黑勇敢站出来替他屏见 众人见到是黑人后 态度立即改变 而马文和女神组建了家庭 医生也借此技术获奖